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第一时间得到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带来的是香港从昨夜开始的大抓捕事件的更新 法新社香港站引述香港警方 在八月十日星期一的消息说 因为煽动分裂周庭等一共十个人在当日被捕 周庭本人的脸书认证账号上也发布信息 说已经确认根据港版国安法的煽动分裂罪名被捕 在场的律师表示警方以一份八月六日发布的搜查令在周家搜索 大概六个小时前他曾经发消息说 由今天早上到现在家门外暂时没有看到可疑人物出现 而今天发生在苹果的事往后可能陆续会来 不要麻木 同时要保持愤怒 要继续守望相助 同一天早些时候 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家安全法为由 逮捕了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父子三人 以及一传媒的高层多人 周庭曾经是香港众志的前副秘书长 与黄之锋罗冠聪在今年六月底宣布退出组织 随后香港众志也宣布解散 而在六月三十日晚十一点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有可能对中国以及香港实施金融制裁方面的更多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文章介绍 现在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正在加强对香港银行客户的审查 只在避免违反美国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官员的制裁 有知情人士表示 总部设在美国的花旗集团已经采取措施 暂停了与十一位目标人物中的一些人有关的账户 而另外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总部设在伦敦的渣打银行 正在审查是否与任何官员有关系 并且将监控他们的交易 还补充说银行已经暂停为名单上的人开设新的账户 随着美国和中国在北京打压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的对峙升级中 各自对对方实施制裁 西方的贷款机构正在为其在香港的业务和在中国的扩张计划走钢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还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 还有中国的贷款机构 因为需要美元而现在处于十分脆弱的位置 制裁禁止银行与受罚的个人开展业务 但是遵守命令可能会使贷款人直接与北京最近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相抵触 该法律规定不能对香港和中国大陆实施制裁或者是敌对行动 华西集团的发言人表示 我们定期审查全球各地的客户账户 他拒绝进一步发表评论 而渣打银行的发言人也拒绝制评 被美国制裁的人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国务院港澳办的主任夏宝龙 还有香港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等 这些目标官员在美国的财产和资产将被冻结 作为报复中国制裁了十一位美国人包括参议员卢比奥还有克鲁茨 以及人权观察组织的执行主任还有自由之家的主席 自从上个月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并且启用制裁的美国香港自治法以来 银行已经增加了针对制裁的准备工作 有专业人士表示现在将进行更多层次的筛查 以应对可能对政治暴露的人士进一步制裁 从香港到华盛顿的银行家还有他们的律师 一直在仔细研究这些细节 以协调他们如何可以规避被两部法律挤压后的重大后果 违反立法公司将面临罚款或者是失去营业执照的风险 美国最新的命令并不包括风险控制期 这表明银行将立即受到法律的约束 有关人士表示不在美国境内经营的外国金融机构 只要不帮助受制裁的个人进行与美元挂钩的交易 那么就不会被卷入其中 这里的银行很难切断其中一些名字的客户 香港战略雇佣中心的一位首席执行官这样表示 归根结底即使你从一家美国银行到汇丰银行这样的银行 那么他们的国际足迹都横跨了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 香港当局上周末对制裁进行了推诿 说根据香港法律单边行动不会迫使银行遵守 而香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也就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则表示 本地的贷款人没有义务遵守 贷款人在评估是否继续为个人提供服务时 应该公平对待客户 有关人士表示香港当局的说法几乎没有平息当地银行的担忧 因为他们仍然需要遵守其他司法管辖区内的法律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 中国央行的行长在接受官方媒体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让人觉得有一点惊讶地表示 尽管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关系出现了恶化 但是中国将继续执行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的内容 并将履行金融开放承诺 他表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最重要的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要坚定不移地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新华社在周日援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的话这样表示 他说首先我们将继续执行与美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样的一份协议在一月在白宫签署 旨在作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激烈而持久的贸易战的休战协议 随着两个大国之间的技术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协议已经变成了广泛的双边关系中最稳定的因素之一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带领美方谈判团队的财政部长姆努钦 预计将在本周与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举行视频会议 来审查协议的执行情况 刘鹤领导了中国的贸易谈判团队 并作为习近平主席的最高经济顾问 负责中国金融业的开放 北京方面现在仍然有意继续履行协议 并且要求大幅增加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努力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滑向直接对抗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农产品还有能源产品的采购 则远远落后于计划 部分原因是冠状病毒 这使得美国总统川普很难把这笔交易作为他的重大成就之一来进行宣传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上周表示 川普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是严重失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说当蓬佩奥在上个月在一次演讲中宣称中国意图称霸的时候 这显示了在川普三月份在一条推文上写下他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来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到底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现在疫情已经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经济 并且威胁到了川普总统的连任 总统先生已经抛弃了他不愿意对北京采取严厉立场的做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政府并且称病毒为中国病毒 他决定在二0二0年美国选举中把中国作为抨击对象 这让美国的安全鹰派打开了一扇门 他们可以推行政策以严厉打击来自北京的威胁 但是也有一些官员私下表示 这些鹰派竞相制定强硬的政策 为了防止的是川普先生最终在十一月输给拜登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 他们似乎想提前锁定与中国的战略制度竞争 这样即使是拜登当选也没有办法逆转 而改变的速度之快让人觉得十分惊讶 仅在上周川普就因为北京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安全法 而对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 并且精心制定了可能导致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的提案 只给了美国公司四十五天时间与TikTok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 就这一款应用的命运达成协议 而最近川普先生就侵犯人权行为 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 在南海问题上也采取了强硬立场 并且因为间谍指控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 还说服盟友不要在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 这样的突变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奥巴马前白宫高级助手表示 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 这种对中国的惊人行动是由一个鹰派圈子推动的 他们担心川普在十一月失利 并且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提前锁定下一任总统的中国政策 川普先生在去年贸易协议时 不情愿打破对于中国的承诺 并且进行严厉的惩罚 担心这样的惩罚可能会破坏贸易协议的进展 在一月达成协议后 他的压力有所缓解 但是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他转变的主要原因还是对于病毒大流行的愤怒 总统此时真正理解了来自中国的不同威胁 并看到了推动重大变革的机会 他强调将被告知中国隐瞒信息时 总统十分气愤 因为这次的疫情他受到了很大的政治伤害 蓬佩奥在上个月的演讲中 当谈到中国时 他说川普先生已经做出决定 他自己受够了 蓬佩奥是在中国问题上最为鹰派的官员之一 与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还有他的副手马特波廷格 也就是我们说的博明 一起被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前中国分析师称为POP组合 总统现在完全陷入了病毒中 似乎连尝试都没有 就有可能会输掉选举 这为了POP组合在方便的时候 在他耳边低语 并且改变政策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此前博尔敦先生曾说 川普的中国团队严重分裂 从商务部长罗斯等鹰派人士 一直到财政部长姆努钦等熊胞招派人士 各种都有 而美国高级官员表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即使是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罗这样普遍对中国有接触意愿的人 还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这样的人 也显得越来越鹰派 只有姆努钦没有改变 但是官员表示 现在站在他对立阵营的人越来越多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